Hello 大家好 我是普通作战直说电影的唐司令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经典科幻电影《地球旋转之日》 话说多年前的某个暴风雪的夜晚 一个老男人被一道光细 来到后发现是一个球形晶体 老男人发现球里的东西之后就晕了过气 醒来之后球体不见了 手上多了一个印记 画面转向我们的女主角海伦 海伦是一名外星生物研究博士 回到家后突然接到陌生电话 然后被一群政府人员强行接到海伦 被蒙在鼓里的出了海伦 还有很多各行各业的科学家 他们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被送到了军事学院 被告知一个不明物体 以极高的速度向地球飞来 撞击地球会毁灭整个城市 离物体到达地球的时间只有短短的78分钟 当物体接近地球 所有人都感到绝望的时候 不明物体突然减速 缓缓下降到地面 所有人都警惕看着这个可疑的巨大球体 在察觉有生物物体靠近的时候 开枪打中了它 随即出现的机器人秒杀了众人 在看到他还活之后才解除众人的麻痹状态 这物体被送到医院治疗 脱下外套之后 发现他一步都是没有什么两样 这怎么可能呢 根据好莱坞的跟外星来的东西 任何东西都是具有超能力的 他也就是我们的男主角 克拉图了 国防部长害怕外星人的到来 会威胁到地球 拒绝他求见总统的要求 并叫海伦给他打针 防止他逃跑 可海伦 海伦却偷偷地提醒他叫他逃跑 克拉图被拉去审问的时候 身份官反被操控利用超能力 影响所有人的脑颠簸 随即逃了出去 海伦知道后也跟了出去 因为克拉图的叛逃 国防部长将其列为危险物种 通缉克拉图 并攻击克拉图的同伴机器人 但这可不是一般的机器人 我说 一个眼神就秒杀了数甲斩机 但没有抵抗军方的追捕 最终被带走了 画面又转向了我们的男主角 无处可去的克拉图 最终跟上海伦上车 来到麦当劳 见到多年前 来到地球的同伴 了解到地球的状况是越来越严重 而且地球人不知悔改 于是来到一个荒郊野外的树林 唤醒了一个小一号的球体 当他启动球体时 全世界的球体也跟着启动起来 除了一开始 伴随克拉图的球体没有动静之外 其他球体都陆陆续续的离开了地球 海伦并问克拉图来到地球的目的 原来他是想从人类的手中保护地球 因为人类不知悔改 又拒绝心平气和的沟通 导致他不得不暴力来保护地球 海伦知道他不是有心要伤害人类的 于是哀求他改变主意 承诺他会带他去见领导人 然而海伦的儿子 一旦认为克拉图是新闻上所说的恐怖分子 偷偷报警 厉害了我的儿子666 最近赶来的三架直升飞机 抓走了海伦 其中两架被克拉图动了数日 砰就爆炸了 我的天哪 这哪是超能力 这真逆天了 我说 然后我们的女主角被抓住了 国防部长自信认为 可以解决掉外星人 根本不听从海伦的建议 不能对克拉图硬碰硬 就在这时被困住的机器人苏醒了过来 本想用炸弹炸死机器人 机器人却毫发无损 然后分解成无数黑色的甲虫 并吞噬一切物质 然后朝着四面把王散去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他的步伐 经过的地方都变成了一片废墟 好像蝗虫一样 就在这时国防部长才知道 事情无法挽回 当初到自信是摔成了 他赶紧找到海伦 要求海伦一定要成功说服克拉图不要攻击人类 他负责说服总统 但是说服失败了 总统执意要摧毁一切外星物体 树架战机炮轰巨大球体 只是球体依然没有任何损伤 海伦人子带着克拉图来到墓地 与海伦见面 指着死去的父亲的墓碑 天真的要求帮他父亲起死回程 这玩意吧 简直是白日做梦啊 还是药池少了 有病赶紧真热不装 赶来的海伦呢 是抱住伤心的儿子 在这世界末日的紧急关头诉说着 啊 儿子不要伤心 还有我在 啊 妈妈 我好伤心 你不要离开我 我说世界都要混了 还有时间在这闲聊吗 我都无力吐槽了 但是看到这一幕感人至深的 母子拥抱的场景 克拉图感动了 认为不应该全盘否定人类 海伦呢 借此机会请求克拉图 再给人类一次机会 克拉图最终决定放弃摧毁人类的计划 回到巨大球体那里 但是呢 被战机炸弹炸翻了车 随后又被黑色风暴阻挡 无法靠近球体 在那时 海伦的儿子被黑色物质入侵 生命危在旦夕 克拉图呢 是牺牲了自己 将物质吸入到自己的体内 救活儿子 然后顶着风暴走进球体 启动球体 世界上所有能源驱动的东西 全部都停止了 世界呢 陷入了一片黑暗 但那疯狂的黑暗风暴呢 也是随之停止了 一切呢 如同黑暗后的黎明 世界恢复了瓶颈 克拉图乘着球体 离开了地球 好了 故事到这里 就差不多结束了 影片中呢 因为人类无节制的 消耗地球资源 导致地球面临毁灭 克拉图的到来 就是为了保护地球 影片中呢 也是在警示我们 人类必须珍惜 和保护自己生存的家言 想看更多电影 请关注唐四领说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